这是1939年法国历史上 最后一次断头台公开处决死刑犯的真实影像 重达40公斤大刀悬挂在4米高的顶端 只等一声令下就瞬间坠下 直接将死刑犯的脑袋齐根堕掉 压抑的气氛将整个现场笼罩 死刑犯为得慢脸色铁青浑身发抖 十分害怕接下来的急刑 时间回到1939年6月 面如死灰的魏德曼从圣批埃尔文监狱被带出来 在收押的日子 恶贯满盈的魏德曼非常清楚自己 即将以什么姿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他拼命地忏悔 但依旧没有被法国统统饶恕 甚至因为罪行太过严重 已经许久不再公开断头刑罚的法国 毅然决然地决定公开处刑 让魏德曼在万千民众的注视下身子和头颅分离 给世人惊醒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魏德曼就被吓得攀软在地上 当场要是裤子 尽管狱警不断地安慰魏德曼距离行刑还有好几天 但魏德曼依旧忍不住地想象行刑的场景 就连睡觉都会被吓醒 没几天 魏德曼就瘦了一大圈 狱警看到他的样子之后并没有同情 而是毫不留情地吵哄到 应该在残忍一百倍才好 等到行刑的那天 刑场前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围满了围观的群众 魏德曼脚步凝重根本无法自主前进 只能被人拖着往前走 以浪漫出名的法国 就算是死刑犯也会充分地保障他们的权益 所以行刑前的最后一餐 魏德曼吃得格外丰盛 高级红酒 名贵香烟轮流让魏德曼享用 之后就是法国有名的牧师出面了 他们通常会在死刑犯行刑前为他们进行祷告 祈祷他们来世成为一个好人 但这时的魏德曼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牧师的祷告词在魏德曼心中就是催命符 通知他上帝马上就来收他的命了 没听几句 魏德曼就浑身抽搐直接昏死过去了 几个巴掌将魏德曼扇醒之后 狱警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 希望他出现在群众面前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省心悦目的状态 但狱警实在多虑 即使穿上新衣服 魏德曼也很快将其汗湿透了 看着断头台上四米高的大刀 魏德曼就忍不住浑身颤抖 但士兵可不管这些 干脆利落地将魏德曼衬衫领口解开 省得砍头的时候衣服碍事 宣布完魏德曼的罪行之后 士兵就马上按下行刑的按钮 40公斤重的大刀迅速坠下 魏德曼人头马上落地 还滚了几圈 鲜血溅得一米多远 如此血腥暴力的画面 非但没有让周围群众害怕 反而争先恐后地冲上前 用手帕擦拭鲜血 留作纪念 这样的表现让政府感到极其震惊 难道法国人都疯了吗 这是法国最后一次 断头台公开处决犯人的真实影像 40公斤重的大刀从4米高的上空 重重落下 人头马上落地 那这名犯人究竟犯了怎样的滔天大罪 让一向以优雅著称的法国 做出这种刑罚呢 如果不了解魏德曼的人 肯定会觉得他太惨了 以这种羞耻和残忍的方法结束生命 但你要是了解过魏德曼犯下的罪行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种人死不足惜 人之初性本善 但魏德曼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小时候的魏德曼就是街溜子 不是欺负同学 就是在学校捣乱 整个小镇的学生都被魏德曼欺负过 上了几年学之后 魏德曼就开始辍学 整天在街上游荡了 不管男女只要落单 魏德曼都会上前打劫一番 要是给钱的动作慢一些 身上就得见血 对于那些漂亮的女性来说 就更加惨了 魏德曼不仅要节财还要节色 有些女生刚刚成年 连男友都没教过 就被魏德曼给糟蹋了 虽然外国人在男女关系上 观念比较开放 但对年幼的他们来说 强奸就是横在他们心头上的一把刀 整个人都变得畏畏缩缩 连跟人正常交流都做不到 不仅如此 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得魏德曼 花钱如流水 往往刚截到钱 就会被他挥霍出去 所以他就想到了新的发财手段 魏德曼在小镇上观察一番之后 就将富人家中的情况 摸得一清二楚 趁着富人家中 护卫交接班的时候 魏德曼溜进家中 将富人的财产全都洗劫一空 在这个过程中 谁要是看到魏德曼的身影就惨了 都会被魏德曼毫不留情地直接灭口 在那个时代 法国有钱人家的女儿都不敢出门 因为他们知道 一出门就会被魏德曼绑走 将富家小姐绑架后的魏德曼 魏德曼往往都会问他的家里人索要赎金 但拿到赎金后的魏德曼 根本不会乖乖放人 而是将其折磨得半死才行 正是因为魏德曼的存在 法国民众人人自危 宁静祥和的国度从此不再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一个小小的魏德曼 怎么会将法国民众全都欺压 但你要是知道他的手段后 就会惊叹 怎么会有这样心机深沉的人 魏德曼手里有了一笔钱之后 就开始有意地为自己寻找帮手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一般人他总考虑 只有那些手里有人命的亡命之徒 才能打动他 多次杀害富豪之后 魏德曼有了一大笔的原始财富 所以收买人的时候非常大 好几个亡命之徒卖命地帮他杀人 那么准备如此周全的魏德曼 究竟是如何被抓获 又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呢 这是法国历史上 最后一次断头台公开处决犯人的真实影像 因为画面太过血腥 视频被封禁了将近一百年 前段时间在网上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 四十公斤重的大刀 瞬间从高空中坠落 人头直接落地 鲜血剑的老高 将地面都给染红 那这最后一个犯人究竟有任何特殊之处 为什么是他用来公开处刑呢 虽然魏德曼多次在路边抢劫 手里人命数都数不清 当年对法国政府来说 这还不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直到魏德曼伙同两名美国小伙 一同将镇长的独生女给劫持以后 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知道 魏德曼下手非常狠辣 他劫持的人从来就没有完好无损放回来的 所以镇长非常的焦急 直接将案件上报 要求上级领导派遣兵力 势必将这个祸害给铲除了 刑警专家在当地调查后发现 魏德曼非常的贪得无厌 他总是多次问受害人索要赎金 往往三四次才会将人放了 这期间谁要是给钱满了的话 魏德曼就会撕票 据民众反映 魏德曼每次拿到钱之后都会去红灯区消费 所以警方指示镇长不要给魏德曼现金 而是给他支票 这样的话 魏德曼就得前往银行取款 到时候警方提前在银行部署 肯定能够将其抓获 事情果然如警方所料 魏德曼拿到钱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来到银行取钱了 可能是因为次数多了 魏德曼就极其的自傲 大摇大摆地搂着自己的女友来到了银行取钱 看到警察那一刻魏德曼没有任何犹豫将女友直接推向警察 替自己挡枪 在法国的小镇上上演着生死失速 魏德曼将油门踩到底 拼命地往偏僻的地方开 准备将警方甩掉 眼见已经到了山亚旁 没有了退路 魏德曼直接拿起枪对准警方扫射 最终在四名警察的牺牲下 魏德曼成功被抓获 被抓后的魏德曼其实并不害怕 因为他非常坚定地认为 自己杀人的事情几乎没有人知道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 警方早已将他的罪行全都掌握 在死刑前 魏德曼特地给总统写了一封几万字的忏悔信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后悔了 希望能够获得赎罪的机会 但总统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心软 最终魏德曼被判处公开刑刑 给予世人警戒 值得一提的是 魏德曼人头落地鲜血流了一地的时候 周围的民众并没有多害怕 而是觉得这是幸运的事情 谁的丝巾上要是沾到了魏德曼的血 就能避邪 所以争先恐后地往前冲 生怕自己拿不到鲜血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